Elmer 聽你說馬會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你叫我講兩期 我可以講兩個節目 馬會裡面的設施多了 尤其是北京那個 是全北京最好的健身 還有游泳池 還有吃東西 還有住房 什麼都要做 你知道馬會是香港管理的 北京那些 就算郭文貴說七星 說到最後你的管理追不上 就是大家 好好的 而且不貴 馬會它沒有這麼多錢 沒有老闆 所有會員都是老闆來的 這是英國傳統來的 我是看過的 是啊 俱樂部傳統是英國傳統來的 我們這裡進去都是大學俱樂部 什麼俱樂部 很難進去的 你不是大學俱樂部追什麼 你如果不是那個畢業 你進不了的原因而已 但是北京馬會 我們看到不少有時候的報道 就是一些腐敗在裡面發生的 交易啊 那些腐敗啊 是啊 是啊 現在看一下你這樣說馬會的情況也是 攬炒來的啊 全部沒有了 攬炒來的 又有工人啊 那些老婆有菲律賓工人啊 不用做事的 天天在外面喝茶 購物吃東西 那些男人呢 又是 就是很好服務 又自由 所以這個香港呢 不過這個是這個時代的 這個時代我就是所謂的受益者 是吧 就是過去的了 沒有得留戀的 這個時代的 就是好得不得了 你看American Club那些 那些好得不得了 上面的服務也好 那基本上可以這樣說 你賺了錢呢 就可以有這個級數 所以我有時候不是很怪 那些國內做生意的人 就是他覺得 他不明白自由 他覺得有錢 他就有階級 又有自由 又有名譽 又有什麼都有 就是他的思維是這樣的 他說我經過錢達到的 而是西方呢 就是經過一套制度達到的 但是現在現在在大陸都靠不住了 經過錢達到的那些 隨時現在個個都沒有了自由 這個也不是這樣的 你看 在香港過去呢 對你們客氣幾分的 大陸那些我看到那些做生意賺得錢一點的 誰不是背後 真的你問一下所有人 背後一本血淚漲的 怎樣去後悔受賄 怎樣去拍馬屁 怎樣賠上這樣那樣 每個人身後一本血淚漲的 而且呢 永遠生活在不安全上 你說沒有就沒有了 現在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是啊 沒了 沒了 兩萬億債務 兩萬兩千億兩千億債務 後一萬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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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前一萬億債務 現在前一萬億債務 那些都沒有了 後一萬億債務 後一萬億債務 在奧林匹北 北京奧林匹會那個會那裡 那裡 我就和當藝會裡面幾個負責人 就是那個就喊了大叫 因為呢 他們問我有什麼解決方案 我說呢 你現在 那個就是 北京東奧呢 主要是為了新疆 維吾爾人的人權問題 就是他們很慘 那我就說呢 我就說呢 就是到了這個地步 美國就應該支持他們 就是反抗 英文叫resistance 就是什麼呢? 就是差不多是武力反抗 抵抗 抵抗運動 那他們就覺得我呢 就是煽動 煽動武力 就警告我 那我說我的立場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我就 不好意思 小閑 我知道你是和理非 就是你主要是和理非 是好東西來的 不是差東西 如果那個世界是和平的 全部是沒有壞人的 就是沒有中共那些壞人 或者沒有納粹啊 沒有什麼 應該就是和理非 我也是的 我一向都是和理非 直到一年之前 被他搞到國安法 搞到我們將來分分鐘家破人亡的嘛 所以我們站出來 我都是跟你一樣的思維 毛孤孤做什麼要搞什麼暴力 做什麼要搞武力 要抗爭啊 就是因為這個強權嘛 所以我一說出來 大家在那裡喊一聲 我說以後你不要找我 如果 就是他的當藝會 我想解釋兩個字 當藝會就是 當藝會他寫明是中國啊 那你如果你是完全是用和理非來對付中共呢 我們香港已經受夠了 我們這幾年 包括談判那十年了 談判了差不多十幾年了 全部都是這個 所謂想著就是大家是和平 和理 和理那些不要說了 起碼非 非暴力 就是全部在這個這樣的基礎下和他談判的 他就是利用這一點 就是我講中共的 他就是利用這一點 終於搞到現在這幫人呢 我老實說 我都是和理非 全部都被抓了 唯一沒有抓我 就是我不是在那裡的意思 所以我就覺得 昨天那個矛盾也挺大的 將來我覺得是有後果的 不過我只是說了給觀眾聽 大家明白 讓你明白 我不是不贊成和理非 但是現在 今時今日對著中共怎麼辦 所以這件事 小夏 我又要逼你的辦法 講講你的想法 不是 我沒有問題的 我永遠都是在說的 你說你和理非 是不是和理非 我們大陸 我們以前在抵抗運動的時候 我們完全不是和理非的 我睡了兩年 那個光板床就準備打游擊 死了 大家就要計劃怎麼去 大家都是走那條路的 但是有時候 你知道我們逐漸成熟的人 就是那時候 我現在不是講兩邊不一樣了 現在先講大家情況不一樣 你們在香港享受過自由 享受過法制的 美國人對這個 是一直在享受著 沒有這麼多切膚之痛的 香港人現在有切膚之痛 我們從事在專制度大的 我們都不是說切膚之痛 就是想著 天天都想著哪些洞路可以推倒它的 就是很多時候 因為自己弱小 我出去打槍 你可以恩賠 我不反對 也不是說你們要打那些打大 但是你知道你是雞蛋碰石頭 我們後來 我自己覺得 中國的抵抗運動 取得了相當成功的 如果大家現在從歷史角度看 是不是 你想一下 70年代的時候 大家那種對這個政權的厭惡 那種改革的深切 大家 很多人送了命的 很多人被人槍斃了 為了說幾句話 但是後來大家一直都推動 所有的人 就叫做推動testing the limit 看看最邊緣可以去到哪裏 我們在北大的時候 就算80年代說的 推動可以民主選舉 是被你選到區的那一級 推動每一樣你可以講話 那時候講很多新聞自由可以做到什麼 什麼可以做到什麼 那幾十年大家有推動 沒下面的人都推動 中國沒有今天 現在習近平走回頭路 那些人都是在擋著的 很多各種各樣的辦法 所以我們在大陸出來這樣的人 我們的和理非呢 跟沒有切膚之痛的人說的和理非不是一回事 明白 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是你們是吸收了教訓 吸收了教訓 所以對那個和理非 就是你要估計那個所謂的代價 他們這幫人是不懂的 量力而行 而且我們基本上 我們沒有說你不拿槍跟它打 不是說認可這個政權的合法性 這個是兩回事的 所以你這麼多年 我都四十多年在運動中 你永遠就是想著下一步可以做什麼 我們長遠要做什麼我們都知道 我們要民主 我們要法制 要一個現代國家 這個我們知道 大家敢推動 每一個人有自己的辦法去推動 就是自己的做法 中國都推動了 老實說 共產黨抱著一些工去說 你看他們改革什麼什麼什麼 多少是下面的人用各種的痛苦代價 甚至是生命換回來的 所以香港人現在這幾年 你剛好可以感到切膚之痛 香港人如果說句批評好不好 應該應該 改革開放以來 香港人其實得了 改革紅利 香港人得了很多的 剛才一直到 你想一下回歸的時候 現在香港人普遍那種慶祝 那種高興 就是你們英國人給自由 給你很多自由 任你罵他的 你罵他就夠了 現在香港人來大陸這麼近 就不看你歡迎回來的一個 你完全不能罵的政權 然後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不變 大家五十年以後 多數人都說 我都已經沒有了 而且當時我們大陸的人 還是比較樂觀的 五十年不變到時 是大陸變香港還是香港變大陸 我們一直會這樣往那個方向推 那你現在確實是 我自己檢討一下 就是我們沒有料到中共這樣開道車 就是我自己作為一個社會學者 和歷史學者 我經常覺得 就是將這個社會 不是說政權那些東西變來變去的 如果社會每個人的那些人 就一直去向望自由 這個社會是更自由的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工作 都是做那些媒體 文章 書也好 這樣在推動這些事情 但是有時候 幾十年回來 中國現在利用全球化 利用全球化 它應該是 過去十年 應該差不多就是 你用全球化給它帶來的紅美 就這樣大規模搞意識形態 就是復迫 真的復迫 復迫回民謀那一套 這個確實沒有人有這個先見之明的 老實說 沒有人有這個先見之明 當時就算是對中國最具批評態度的人 都想不到共產黨會這樣大幅度開道車 所以香港人現在就切膚之痛 你說和理非走不動 是走不動 它管理你和不和理 你非不非 它反正抓你和理非 人們全都抓了 另外有一條是什麼出路 怎樣做法 這個應該是一個挺悲情的題目 因為你不是和理非 你又沒有力量跟它對抗 所以很多人說我是挺悲觀 挺悲情 我真的沒有鞋子玩劇 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和平時 我不是叫 明白 我完全明白 美國呢 因為美國是太平盛勢了 是吧 根本是講和理非是很自然的 就是個個都是 99.9% 講和理非是很自然的 你看看 太平盛勢搞什麼武力 搞什麼打仗呢 是吧 但是現在這個 去到這個時刻 你看看這個疫情 是不是 死了60多萬人 而且中共非但沒有承認 又不被人查 又反而反咬一口了 而且現在看起來 它對香港 對緬甸 對阿富汗的滲透 現在下一步對台灣的滲透 到了這個地步 不可以再不說 說要用武力了 要有人站出來 不是主張進 不是什麼 但是你現在人家根本就在謀你 我不是說你 我說整個美國 現在美國整個氣氛都是這樣 我現在在加州 他們輸了之後 就覺得很驕傲 我沒有因為輸而罵 他覺得風度很好 我自己覺得自己的風度好得了 我也懶得說了 人家明明出貓 他就覺得我說風度更重要 又是另一種和理非來的 現在的問題是他們對那個危機 你這幾天都說了 美國的那個政府 難度一頭不同 現在到了這個地步 如果還不去想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天會比一天的 而且你們是寡不敵眾的 你明白嗎? 整件事情 整個他們的控制 他們的阻礙勢力 包括在共產黨幫了他們 他們的控制 我現在相對你們的實力來講 真的很差 現在保守派那邊很差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對於我來說是沒有武力的問題 是美國醒不醒的問題 美國人 你說如果好像美國當初建國人的武力都不是對抗 但是所有的人民要怎麼看? 現在你知道中共這些鴉片來的 中共的鴉片就是下層的人民便宜的東西頂著 就算失業都過得不錯 上層的那些便宜的錢 那些容易來的錢頂著 將美國用鴉片 美國沉罪了 中共這些 無論是從財政 貿易 再到這次疫情 所有這些東西 幾個字就包括了超限戰幾個字 那究竟對付疫情是拿槍打的 等於是以前中國大陸說 炮打蚊子打不了 蚊子可能咬死了 大家都知道 整個蚊子在那裡 什麼病傳給人家 怎麼去做 怎麼做這些事情 就是對付超限戰 超限戰有什麼形式 怎麼對付 這個是很重要的戰略思維 現在美國就算是軍隊也好 政府也好 那些人 我真的缺少這種戰略思維的方式 這麼便宜 這麼容易買了 美國有幾個有這麼多戰略頭腦的東西 一會兒就買了 都不用100萬 10萬、8萬就買到了 那些 所以那些挺危險的 很危險的 整個美國現在 你問我 第一個你要動武力好 不動武力好 你的力量聚集嘛 現在這個力量 美國的力量就算是政府在民 這個在民怎麼去將人民換醒呢 這個真的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中國是怎麼對付我們的 美國人是真的不知道的 你說當委會這麼多人 我們問是當委會的所謂中國專家 誰可以跟你說中文的 一個都沒有 沃敦唱、張家敦他們全部不懂中文的 就是他們那些軍隊中號稱我又如何如何 又研究這些都國戰略的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知道中國想什麼 真是不知道的 你聽他們軍隊說什麼部署什麼都不合格的 完全不合格的 我知道五國大樓的想法是不是 所以這裡 我那天我跟FBI的人談起來 原來有那些 美蘇冷戰的時候 他在FBI中調查蘇聯間諜的人數 就是懂得說俄文的調查 起碼是現在調查中國的人數的十倍 很大 在CIA裡頭都是 現在就真的還沒醒的 就是整個政府機構 不但還沒醒 還要被人買了過去 那昨天昨天消息 昨天晚上的消息就有些什麼了 就是那個Miller 就是那個美利 跟中國通水那個呢 跟中國李作弘通水那個呢 Miller 將軍 Chief of stock 他說 他拔了 就是他有說法 拔了那個Defense Secretary Asper 就是原來那個部長特朗普他辭職那個呢 說他有份去什麼的 那現在消息就沒有證實了 但是你要問我呢 就是我後來又是問一下國防部的人呢 國防部的人很清楚這件事情 是 喂 你停了 是不是有人打電話進來什麼 小艾 你再想過 你停了 各位等等 小夏那裡可能有電話進去去就停了 他現在讓我再上過來 哎 總之這裡呢 真的很慘 小夏說 是多數人民會醒覺 我都承認會醒覺 我們香港去年都很醒覺的 是吧? 但是它強硬地大炸死蟹地 拆下來 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剛才是不是有一個干擾 是吧?不要緊 是啊 沒有人打電話 當然是說了別人不想我們講一些話 哈哈哈哈 不知道是美國方面還是中國方面 是吧? 兩邊都有可能的 你繼續 你剛才講到那個Miller 那個Aspur 他抓了那個Aspur 你剛才講到那裡 就是說那個Miller 抓了那個Aspur那裡 是啊 現在不知道啊 誰批准誰不批准 總之特朗普最後 就是CI中情局的局長什麼事情 全部在他頭上 看了中情局的局長 就是說 選舉完之後 他說特朗普好像六歲的小孩子那樣 老實說 選舉被人偷了之後 你總統發生很正常的 而且是任何這些在政府內部 按照總統身邊找到你開會 你不能夠說這些東西 所以這幫人真的沒有一些那個 他們覺得特朗普是一個他們不喜歡的人 他做什麼都可以 民選總統他們這樣搞的 以後人民還接著相信這個民選總統 所以現在這麼說 說回中國是不是 中國那些有些步驟的 你知道昨天的消息 中國突然間就撕毀了一個購買13.5萬噸 美國大豆的那個什麼 這個是劉鶴上年 大豆的黃豆 上年劉鶴來的時候 就像特朗普逼著他們簽了很多購買合同 現在開始撕毀合同 現在可以走去巴西買大豆 巴西的豆是貴很多的 但是他不用用美元支付 他就要離開這個系統 中共就另要見 所以這些事情就 我們逐漸看 現在剛剛才開始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你看一下 你真的要看看中共 接著怎樣撕毀合同 怎樣對美國進行 就是各種超限戰的辦法 美國要警惕 現在真的美國人 哎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你知道我在華盛頓 真的叫到我自己的廢話說的地方 小夏 我對不起 我又要說回你剛才說 你說叫醒一些人 我覺得這些事情是在發生的 那些人在那裡醒醒的 而且分分鐘是會超過大多數 這個所謂醒覺的人 大多數是 會大多數 我想起我們香港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2019年送中 推翻了送中之後 我們都很開心 而是大多數人醒覺 因為在那個區議會的選舉那裡 就發揮出來了 起碼七成 將會同樣 這個完全同意 我和你完全同意這個說 問題是這幫人在那裡出述 你明白嗎? 如果是正常的情況之下 你說得完全對 人民醒覺 人民為主 人民為主 美國主人是人民 他們選票 他們會改回那個制度 但是這幫人拿的制度破壞到 簡直是一塌糊塗 就是講到最後 我昨天開過會 我都感覺 跟我開會的時候 我平時說什麼 我們要你會做 Najdott 但是你只想做 我可以做 那些議員 你們 strike 大家有些議員 大家有些議員 如果要這樣做 你還是想做 這件事都被他們炒禍 軍隊CIA FBI 國務院 各個各個 即是那個deep state太厲害了 所以他們已經完全可以忽視民意 當民意沒有到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不是這麼簡單 但是如果什麼是正常的話 我完全同意你們 人民醒覺 接著選那些議員 議員定一些法律 接著就選那個總統 那個總統就聽人民的意思 現在不行啊 你看到 根本那個選舉機器他們都控制了 你根本連法院也控制了 你去告申訴無門 你看看這次阿里蘇納說這幾天要出結果了 出了結果可以沒有事情發生的 就是那個所謂肯定的選舉 大家都現在清楚了 那個結果是怎麼樣的 說它根本就離了大譜的 那個選舉那裡作弊那裡直接離了大譜的 那又怎麼樣呢?它控制了整個機器 就是說說好人和壞人 那些好人控制不了那部機器 那些壞人控制不了那部機器 你好人多少都沒有用 大陸這樣說而已 十四億人沒有用的 它沒有那部機器 那部機器被共產黨控制了嘛 現在呢 就是美國 我作為美國人呢 我覺得我們現在不是修補 整個保衛我們現在的民主制度 有一件事情很好玩 明天呢 大家看我們呢 我明天會在現場的 就是怎麼樣呢? 明天就有一群人呢 就要去國會面前示威了 現在國會又重新將那些欄杆弄在身上了 在國會面前示威呢 就要求釋放那六百個人 說三月不放那些人了 一月六號那些人 那就很有意思的 昨天開始呢 就因為怕那些示威的人多呢 他們就說要紀念那些疫情死去的人 在一個草坪裡插了六十幾萬白旗 旗插在那裡紀念那些人 那你就不用踩啦 不用上去啦 但是它不能插得了整個街道 那我明天會在現場 就是這個時候呢 我現場跟大家在華盛頓旅途廣播一下 大家到時候關注啦 現在美國人醒覺到什麼地步 因為這次我們是這樣 好像我們這裡啦 我們州啦 美國是州權來的嘛 各個州有權分裂的 Texas裡面都有公投啊 是不是我們走了不離開 離開聯邦是不是呀 都有發費孤星國 我們這裡的州呢 比如我們州沒有郵寄選票啦 那如果議會不肯通過 民主黨是議會不肯 民主黨要有幾選票啊 民主黨不肯通過就通不過的 那現在呢 夏議員我們撐六票啊 就多數當中了 是 六票是七萬四千人一個選區而已嘛 你基本上一個選區呢 你拔到一萬票你就贏了啦 那你現在真的撐幾萬票嘛 大家一個個一個人去拉 去拉票啦 是六張票而已 我們都知道 有十幾個選區是在搖擺著的 我們就拔過來 那我們一個州就可以擋住這個郵寄選票 擋住郵寄選票的作為就難了 就是所有這些都這樣做的 是的 最糟糕就是有幾選票 最糟糕是有幾選票的 其他都是其次的 真的 就是我們州是怎樣 州要拿證明才能投票的 就不要走進去 我是誰誰投了 我們州呢 還是比較嚴格一些的 那這些要保持這些制度 那其他呢 你說Pansylvania州 Pansylvania州正在打官司的有幾選票合不合法啊 是不是呢? 很多州長說他是疫情緊急情況 疫情沒有了之後 議會又要打的嘛 另外 所有這些就一直一直要打回來的 就是美國的基層民主不是沒有地方打的 你說如果 當然痛快的時候 專制政權很多政權一架槍 就進了北京 佔了我們建國這樣而已 但是民主制度我是做很多基層的工作的 我是真的相信一票一票拉的 一個一個人是換成的 一個一個做的 如果很多人一起這樣做呢 這個影響就有多大的 我現在也是這樣 所以你叫我去西邊 我去不了 我為什麼 我星期一要做一個演講 我到時候演講錄了回來 我給你 看我對你 明白明白 明白 就是幾多人 以前有兩個州長 都在下面聽我說 每年講一次這樣 大家講完之後有些talking point 一些觀點 大家在競選中全部都會拿下去的 每個人做一些是一些 一個人 我也真的不是有那種興趣的 我一個人